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哈人同学制作的视频 这一讲是《宁光堂微占案》里面的第45讲 这一讲里我们要介绍三个维度的表示惯例 我是张浩然 我的邮箱是哈人同学 at 163.com 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发邮件交流 接下来进入我们这一讲的内容 放一些幻灯圈调整一下鼠标的指定为可见 首先还是介绍一下这一讲的相关确实 使用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7 配色方案和主题是Windows Classic 节目的分辨率是136像素乘以768像素 这一讲使用的软件有下面三个 第一个是PonFarm2010 用于做环冻圈的演示 第二个是MateLab 7.0 它的特长是取电运算功能非常强 第三个是FMD平台 它需要借助上面MateLab这个软件的环境来运行 目前使用的是第一版 它里面包含时刻不定的函数 代码可以从下面的容额获得 也可以参考我们前边 荧光团围单页里面025那一讲 下载那一讲的安装包进行安装 这是我们这一讲的相关配置 以及一些参考资料 接着我们回顾一些 与本讲相关的早期内容 在荧光团围单页里面036这一讲里面 我们当时介绍了一个小的支点 介绍了在MateLab的软件中 三维矩阵的三个维度 以及相应的引用方式 例如这一行代码 就可以定义一个三维的浓度矩阵 C等于1.4.3 它的意思是就是 1.4是定义一个数值全文1的矩阵 然后这个矩阵的三个维度的接数 分别为5.4.3 第一维度是5 它表示的是所定义的浓度矩阵 它的每个这样的二维子矩阵的行数 这个5是对应的行数 这里是1.2.3.4.5 对应5行 然后这里这个4就是第二个菜数 是对应的第二维度 它对应的是二维子矩阵的一个列数 这是第一列 这是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这个方向是第二维度 然后第三维度 这里的第三个参数 3 这里我们用的写了3 它对应的是 这个二维子矩阵的章数 这是第一张二维子矩阵 现在是由三个二维子矩阵 构成的一个三维子矩 这是第一张二维子矩阵 这是第二张二维子矩阵 这是第三张二维子矩阵 所以从这个样号 从这里1.2.3 这个方向成为第三维度 我们要引用这样一个定义的这个浓度矩阵 你引用它里边的数值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数值相应的编号 用它的编号来进行调用 例如我们要引用这里 这个图中 这个浓度矩阵C里边的 这个橙色的子体的这个1 它的引用方式呢 就是可以由下 先看一下它属于 第几行第几列 第几章二维子矩阵 来看一下 这里是1.2.3.4 它是对应的是第四行 所以第一项参数 就是第一维度的引用边号是4 接下来它看它属于第几列 就是第一列 第二列第三列 它是属于第三列 所以第二维度的 对应于这个数的那个 编号呢 就是写上3 第三 再看一下它属于第几章 二维子矩阵 它属于第二个二维子矩阵 所以它是第三个维度 然后那个引用的这个编号呢 就是写上2 所以要引用这个1的话 就可以写上C 括号4 括号3 括号2 括号2 括号432 要令这一项等于0的话 就可以写上C432等于1 我们来在MATLAB里面演示一下这个实例 打开MATLAB 记得这个转件 我们用C等于1 5 4 3 这个我们在前面也演示过 封号 这样的话就可以定义一个浓度 这样的一个浓度几阵C 或者定义一个变量C 它呢是5乘4乘3 这样的一个三维的几阵 双几它打开 它里面啊 跟我们在PT里介绍的是一样的 总共是三个这样的二维次几阵 构成了一个三维次几阵 每个二维次几阵呢 它是五行四列 跟这里分别对应于这个五次 三那是对应的是总共是三张二维次几阵 接下来我们要令 这里的这个橙色字体 就是第二张翻 第二张二维次几阵 里面的第四行第三列 这个数字等于 就是C 4320它等于0 我们在这里数C 一个小括号4 多少3 多少2 等于0 敲一个分号敲回车 我发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数呢 就相应到这个等于0 其他数字都没有变 第一列还有 第一个二维次减 第三个二维次减都没有变 只有这一项变得没有 当然呢 也可以对一片让它其中的一片等于0 比如我们想让这中间 第二个二维次减中间的这一片 那么等于我们需要引用相应用那个 冒号来引用相应的这些编号 比如这里是第二个二维次减 第二个二维次减的第二行到第四行 让它还有第二列到第三列 让这中间的这六个数都这么一样 就可以这样来写C 首先是第一个 就是第一维度的那个编号 是从第二到第四 就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二冒号四 就是第一维度的引用编号 然后再看第二维度就是列编号 列编号呢 是从二到三让它走到那样 二冒号三 第三维度呢 是只有只有让这个 这一个二维次减阵 第二个二维次减阵 让它里面的这一些数等于零 所以第三个数呢 值一个二就行 让它等于零 然后敲回一个冒号 然后这里的这一片数都是等于零的 好的 这是我们前面一讲的一个小的实力 小的值点 就是介绍了一下一个三维局 里面的三个维度 以及相应的 这些它的里面数值的引用方式 我们这一讲 这一讲内容呢 在这个基础上 前面这个小的值点的基础上呢 再做更多的一个延伸 就是我们来 就是做一个惯例的一个总结吧 就是总结一下 荧光团围单元理论中 三个维度的表示方式 在荧光团围单元理论中呢 通常有我们左边这个图 所使用的三种表示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比如说 例如左上角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 荧光团围单元元理论中 通常使用的示意图 就是画出来的那种 用来就是描述某种机制 或者描述某种结构的 这样的示意图 第二种呢 就是左下角这种 我们前一张画的图片 包括我们前面 就是我们前面的实力所示的这种 浓度几阵啊 或者荧光几阵 就是它是几阵 就是这样数值组成了几阵 第三种呢 就是使用那个FMP平台上 用BSC函数汇报出来的荧光分布图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这三种图上 第一维度 第二维度和第三维度 它们的 就是对应关系吧 首先第一维度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它的定义呢 是从激发光源到当前 荧光层微单元的方向 通常第一维度呢 我们使用X轴 下标用E或者EX 因为它跟这个激发光 激发光的方向是最运的 如果用我们这个示意图来表示的话 我们通常是把这个激发光源 放在左上 把荧光检测机呢 放在这个微单元的下方 这样一个方式的关系 这个时候呢就是X轴呢 我们就是定义这个方向 与这个激发光平行的这个方向 这个轴 它使用的下标呢 例如说我们的标的这个棱长 第一跟这个X轴平行的方向 这个棱长呢是第一 跟这个E是对应的 还有的时候呢 直接标EX 这是第一维度 它跟这个示意图的一个对应关系 接着再看第二维度 第二维度呢 是从这个当前 螢光层微单元 到螢光检测器的这个方向 通常使用Y轴 下标为2或者EM 像我们这个螢光层微单元 在它下方 就是收集它的螢光 就是从这个方向 像这个方向的这个 就是从螢光层微单元 到螢光检测器 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这里呢 就是你用它的反方向 作为Y轴 都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看你定义的是正值还是负值 这里我们为了保持 它是一个衰减的一个方向 让它就是在这个点 定义的微软点 向上的这个方向呢 定义成一个外轴的正方向 它使用的下边呢为2 例如我们这里 它对应的这个浪场是第二 就是用2 对应这个第二维度 有的时候用这个EM 是对应这个第二维度 然后接下来第三维度 第三维度是与上面两个方向 均垂直的第三方向 第三个方向 通常呢使用Z轴 像我们这里 如果是这个方向定义X轴 这个方向定义Y轴的话 向着纸面内的这个方向呢 就定义成Z轴 Z轴是通常使用的下标呢 是3 像我们这里跟这个Z轴 对应的这个浪场呢 就是B3 用B3就是3来表示 这是我们结合这样一个 FMT理论中常用的这样一个 视义处来解释一下 这三个维度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跟另外两种表示方式 就是这种表达方式里面的 对应关系 就是三个维度对应的表示关系 再看一下左下点是一个浓度几带 浓度几带里边 跟这个就是X轴方向呢 就是或者说对应于第一维度的那个方向呢 是行编号的方向 就是第几行 这是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 一直下面到第九行 我们用我们这里定义这个浓度几带呢 是用的代码呢 是这里所示 Z C等于1 9 12 15 它就可以定义一个9行 就是第一维度上是9行 不是X轴方向 激发光方向 总共是9个这样的行 然后12列 从这到这边是刚刚12列 这是每个二维次几带是12列 然后总共有15个这样的二维次几带 这里 这个是当前是第一个二维次几带 后面有很多个这样的拷贝 总共是15个这样的二维次几带的拷贝 有这样的15个二维次几带 构成了一个三维的浓度几带 C 这里 这里边呢 所有值都等于1 因为他们都是用这个万次几带来定义的 第二行代码呢 就是用这样一个万次几带数 建一个影光残位单元 同时还要输入一些其他的一些系数 先当这个影光残位单元 可以用这个BLC几带数来规划出 它的一些影光分布 这里是个图所示 接着看这个浓度几带呢 它的第一个第一维度呢 就是这个方向 第二维度是就是列边号这个方向 对于Y轴方向 或者就是发射方的方向 第三维度呢 就对应于这个 二维次几带的边号这个方向 对于这个Z轴 以这个屏幕垂直的这个方向 是跟这个 跟这个三维次几带的一个对应关系 就是三维度跟三维次几带的这种关系 接下来再看一下跟这个螢光分布图 它的螢光我们右下角 这个就是这 判断签正中间这个图 它的一个对应关系 这个图的话 我们需要首先需要介绍它里面的两个标记 就是一个是EX-South 这四条边对应的这个面 这个面呢 是激发光是垂直于这个面打进去的 对应于我们 就是在Sheet上如果对应的话 就对于左边这个面 就是激发光垂直于这个面打进来 在这个图上的话 是激发光垂直于这个面 然后打到这个结构里边 而EM Detector呢 是也对应于这个面 它也是对应于这样一个 长方体结构的一个面 在这个图上 在这个适应图上对应的那种面呢 就是对应于这个 因为它是像这个方向 像这个方向 以这个面推出的方向 因为发出的营光呢 是被那个融光检测器检测到 往下的这个方向 而在对应于这个分布图上的话 就是对一个结构发出的影光 像沿着这个面推直 然后被打出去之后 被融光检测器检测到 以这个面推直 就是EM Detector对应的这个面 然后这两个面 就是EX-South的这个面 跟EM Detector这个面 它们有一个交叉的一个轴 就是这里交叉的这个轴 就是相交叉是对应于这个Z轴 就是我们的第三维度 EX-South的第一维度 就是激发光的方向 激发光是朝这个方向打进来 Y轴是对应于第二维度 它相当于就是从刚前的影光结构 到影光检测器 这个方向的一个反方向 反正都是平平的 就是Y轴 Z轴就是以这两方向 都推直在这样一个方向 这是我们介绍了一下 就是结合图的方式来介绍了一下 这就是在荧光检测器里面 里面中三个维度的表示惯例 接下来我们就来演示一下这三维度 就是这几行代码看一下 他们在一个视频里面 就是在一个动画的方式里面 对应的那个维度 更直观 更直观的来看 我们把这里的强一个实例的这些数据 都给清除掉 接下来我们一步一步 诸行诸行代码进行复制 C等于1次就有十二十五预件复制 参加它的效果 这样的话就定义一个九行十二列 然后总共有十五个二维度局阵 就是九行 每个二维度局阵都是九行 每个二维度局阵都是十二列 总共有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然后一直到下面 最后面总共有十五个这样的二维度局阵 构成了一个三维度局阵 接下来第二行代码 大家就可以构建一个荧光团围单元结构地 就这样复制这一行代码 这里建三天 这个荧光团围单元 这个结构地 它对应的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结构 双击打开 它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属性 它只是浓度局阵 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三个维度的山格数不一样 但是它的三条边就是三条棱长都是一 这个在荧光团围单元理念中也是兼容的 就是它切出来的每个山格 就是用这个切出来的每个容度局阵的山格 对应的也是一个就是棱长不一样 棱长不一样 就是切出来的小山格都是常体 接下来对第三行 就是对上面构建的结构地 来做一个动画 动画的归报 归报就是它里面的 灵光分布或者光不过的分布 再来对光不过进行扫描 这里我们看 这里是9 对应于9的这个 这条轴呢 就是第一维度 现在是第三维度 第三维度对应的15 这是第一维度扫描 这是第二维度扫描 第二维度我们刚才定义的是12 就是对应的山格说是从1到12 这是第三维度 上下这个方向第三维度 最终以这种静态图的方式来汇报图 云光分布和光不过的分布 EXS呢 就是这个面 沿着这个面垂直的方向 将这个方向扫描 就是第一维度的扫描 而就是EMDTACER 对应的是这个面 就是沿着与这个面垂直的方向 就是第二维度扫描 然后第三维度 第三维度呢 就是上下方向 它是以中间这个面垂直的这个方向 乘以第三维度 相当于是EMEXS 这个面跟EMDTAC这个面 它们相较主动的方向 对这个主动的方向 我们这是结合MetLevel里面的一个实力 我们来演示一下 就是这三个维度 它们的就是对应的一个关系 这张这张幻动片呢 就是用表格的方式 对我们前面三个维度表示管理做了一个总结 第一维度呢 就是也称为激发光方向 第二维度就是有的时候也称为发射光方向 但是发射光是像其实是像四周都有发射光的 我们只是这里就是 它就是如果是更严格定义的 就是从这个螢光产物单元到螢光检测器 这个方向定义为发射光方向 第三个维度的 称为这个线性的底下方向 就是你上面两个方向 均匀直的那个方向 称为线性的底下方向 之所以称它为线性的底下方向 是因为它就是在这个方向进行 就是延伸的时候呢 而就是进行堆叠的时候呢 它里边很多量 就是比如说光总的光波量和总的螢光量 都是成一个线性底下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前面介绍break函数的时候 也介绍我在第三维度进行堆叠的时候 它不影响结构的单位捕获和单位螢光 有这么一个规律 所以向第三维度进行堆叠 有的时候很多量都是线性的底下 所以第三维度有的时候也成为线性的底下方向 这里边我们第一维度和第二维度呢 在就是在荧光产位单线理论中 是要求它们追直的 就是分别对于X轴和Y轴 它们追直的 在不过在有一些仪器中呢 就是第一维度和第二维度就是并不是追直的关系 取决一就是荧光假测器 你收集荧光收集荧光对荧光假测器 它放置的位置 比如说在光标显微镜中 它就是相当于第一维度和第二维度是一个平行的一个关系 不是追直的一个关系 那个时候呢就是需要修改一下 你第二维度所对应的那些边量 它的一个就是取决需要重新进行一个修改 那个时候呢就需要对这个荧光产位单理论在所更多的修改了 我们这里荧光产位单理的默认的那是从那个荧光分光光路际 它的那个构造来就是做的一个 就是用它那个构造来做的一个默认的一个方位 就是X轴和Y轴和这种均垂直 就是第一维度 这三个方向均垂直 这样一个三维度正交的这样一个默认配置 右边是以彩色表示的这些四体啊 都是对我们前一张视野图的一个东西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吧 就是如果把这几个方向给握清楚之后呢 所以理解灵光三维单理的会非常有帮助 我们先来看第一维度 它对应的是视野图的左右方向 对应的是航圈号 对应的是以XSOS这个表辑的方向 切换到上一张幻动线 第一维度就是激发光方向呢 就是X轴对应第一维度 在浓度极震上或者说荧光极震 或者其他样的极震上 对应于这样一个这个上下的这个方向 而在这个分布图上呢 对应的是这个方向X轴 圆点呢都是可以设定 圆点设置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视野图呢定义成这个角 而这个浓度极震呢定义成这个角 而在这个分布图上定义成这个角 接下来再看第二维度 第二维度是对应视野图上的上下方向 对应于裂边号 就是举震的裂边号 对应于分布图上 以这个EMDTAC面提示的方向 切换到上一张幻动片 第二维度呢是对应于上下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我们这个外轴可以这样来画 对应于浓度极震呢是它的左右方向 就是发射往这个方向 对应于第三 也就是第三种图 就是这个螢光分布图 这个这个图的话 就对应于这个轴 这个方向的这个轴 它是以这个EMDTAC的这个面推直 你这个面推在这个轴 接下来再看第三维度 第三维度是视野图你的前后方向 或者说以这个纸面推直的方向 对应于矩阵的张编号 就是地底 地底张二维度的矩阵 那个矩阵的编号 张的编号 对应于分布图上的EXSOS面 和这个EMDTAC面相较轴的那个方向 默认视角下的上下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在这个视野图上 这个第三维度呢 对应的是 以这个纸面推直的这个轴 就是这一轴 在这个浓度矩阵里面 对应的Z轴呢 是这个张的编号 这是第一张第二张 或者如果是你把这个 所有的这些二维纸圈 这样沿着这个纸面的方向 进行放置的话 它对应于纸面推直的这个方向 就是Z轴这个方向 对应于这个分布图上呢 就是默认视角下方向 上下这个方向 或者说EXSOSEMDTACTOR 香蕉面 就是香蕉轴的这个方向 我们这一讲内容呢 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是视频的结尾 还是放上我的作品连接 大家如果需要下载 流行谈文端 理论的视频 或PinT的话 可以到这个 这个连接来下载 大家如果需要 学习一些科研实用的 电脑技巧 想购买科研四部 一个款的话 可以到我的淘宝店铺 广一广 想见这一个连接 想见这个店铺号 欢迎大家把视频推荐 更多有需要的科学 我是张好人 或者有相似的行人 写ID163的科研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感谢大家